大家好,我是新元 总是分享经文和纯粹佛法 时间久了会有些乏味 即便不感到乏味 来的观众都是纯正信佛的师兄们 功法历生事业其实更应该针对 有善根但又缺乏引导的受众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刚学佛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什么都不懂 就喜欢看那些神话片 看着看着就开始看达摩祖师 观音传奇 一边看我一边产生很多问题 需要求证 比如人死后会去哪里 六道众生包括什么 有没有轮回转世 如果确有轮回 那么必然会有因果规律决定着 后来真正信佛了 就知道信的初级层次就是义乐信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的内容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 因为电影导演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大德 和宗萨仁波切所导演 所以电影内容虽然不是讲佛教 但里面的精神又蕴含着佛制 电影《瓦拉起伏》是不单2013年宗萨钦哲指导的剧情电影 《瓦拉起伏》是由宗萨蒋言钦哲若布编剧 该词讲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印度教寺庙武者和低种性雕刻家相恋 他为了保护未出生孩子不惜一切的故事 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偏远村庄 生活着一位年轻美貌的印度教寺庙武者 名叫丽拉 她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神庙武仆 丽拉从小在父母的熏陶下 对舞蹈和神明有着深厚的情感 然而丽拉的心中却藏着一个秘密 她爱上了一个低种性的雕刻家 尚恩 尚恩虽然出生低威 但她对艺术的热爱和天赋 让她梦想成为一名雕塑艺术家 在善良的老陶将卡里德的帮助下 尚恩偷偷学习雕塑 尽管这在他们的社会中是被严格禁止的 丽拉被尚恩的才华和热情所吸引 她秘密的答应了成为她雕塑的模特 两人在克里德的家中开始了秘密的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丽拉和尚恩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两人在紧张和激情中跨越了界限 丽拉意外的怀孕了 这个消息对于丽拉和她的家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为如果事情败露 不仅丽拉的名声将毁于一旦 尚恩甚至可能会因此丧命 与此同时 村庄中最有权势的地主 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 也在暗中关注着丽拉 她的母亲地主太太 正为她的婚事发愁 四处托人相亲 地主对丽拉的注意 被村长苏巴察觉 为了讨好地主 苏巴经常让丽拉去地主太太家帮忙干活 并安排地主和老太太一起 去看丽拉及她母亲的表演 丽拉怀孕的事情很快被她母亲发现 她没有勇气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母亲猜测 丽拉被地主强暴了 因为地主经常给他们送礼物 在一次表演之后 她刻意盛装打扮 加求神保佑 加碰运气 穿着地主送的沙里 走进林中 看到此处 我以为她要去自杀 第二遍看似乎不太像 地主悄悄的尾随而来 丽拉问她 你迷路了吗 你在跟踪我吗 羞涩的地主很窘迫 不知道说啥好 只是说 你很美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漂亮 你要去参加什么庆典吗 丽拉忍不住一笑 然后他们坐下来休息 心事重重的丽拉 眼泪泛出来 她帮她示泪 然后很自然的 他们也那个了 随后丽拉鼓起勇气 跑到地主家 跟老太太说 她怀了地主的孩子 地主太太不相信 因为丽拉身份卑微 且儿子不想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她把丽拉臭骂了一顿 轰出去了 但地主最后向老太太承认了 并且她决定娶她 影片在婚礼的花架中 在丽拉心事重重的凝望与回眸 泪水与笑页中意味深长地结束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圆满结局 丽拉从无名到觉醒 从幼稚到成熟的女孩 从幼稚到成熟的女孩成长史 怀孕之前的丽拉 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村姑 淳朴善良 有股自然的野性 因为身体发育 对神明的虔诚 她在跟母亲学习舞蹈的过程中 对大黑天神产生了 类似思春的感情 这不能怪她 因为印度教的天神 和佛教的佛菩萨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从她的母亲所讲述的 大黑天与伴侣 拉达在某个夜晚 跑到海滩上的传说 可以看出 那完全是一个 关于优惠的浪漫情爱故事 类似的神话 还有希腊神话 动不动就是 哪个天神看上了谁 又思通了谁 哪个天神的妻子 又嫉妒了谁 惩罚了谁 我个人对此实在难生敬意 在舞蹈的催化下 发情期的丽拉 满脑子都是 跟大黑天牵手 奔跑 拥抱 接吻的幻想 但天神太遥远 他渐渐把天神的形象 投射到贱民尚恩身上 他还自欺欺人的问神明 该不会尚恩 其实是您的化身吧 这个时期的他 既有纯真之美 也有蒙昧无知 表情与举止 略带轻浮和轻挑 他对尚恩的感情 也非所谓爱情 更像是同情 加愧疚 加思春 加日久生情 情欲驱使的 诸德因素的和和之物 还是非理性的无名 丽拉为尚恩做模特 使他觉醒的 不是性体验 或怀孕本身 而是怀孕 通过那条艰苦之路 如果人们发现 他怀了贱民尚恩的孩子 会怎样 大概率是 他母亲再不可能 留在村里的神庙 教授舞蹈 而尚恩极可能被村长乱滚打死 他的孩子呢 将成为另一个小贱民 永远不可以穿鞋 永远低人一等 走路得拿几根树枝 一边走 一边扫自己经过的路 贱民踏过的路 被认为是肮脏无贵的 即便如此 他也曾暗暗考虑 与尚恩成家 丽拉的弱点与无名 像极了所有女性 终于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 他用移花接木方式 把怀孕转嫁给地主 又为了让尚恩能参加庆典 他偷偷把制作好的 十母神像的双眼挖掉 使人们不得不找尚恩修复补上 这两件事干得相当漂亮 充满勇气和智慧 这是他的觉性与智慧的显现 这个时期的他面容稳重端言 在我此前轻调的表情与举止 如大黑天的伴侣拉达 而像一个智慧女神 如妙音天女 一称变才天女 和地主结合的他 应象征了影片最后出场的女神 十母 在印度教中 十母女神也象征强大与新生 十母显露愤怒向 有祥母的威力 丽拉在跳舞 尚恩比大黑天神更超焚脱俗的艺术之神 尚恩只是丽拉思春期的一个理想投射 虽然她的戏份很多 但在影片中象征大于实际意义 尚恩甚至从没爱上丽拉 也未对丽拉有过邪念 当她盯着丽拉看时 完全沉浸在艺术的虔诚与专注中 而丽拉想到的只是男女之情 对艺术的热爱 以及身份与阶层的禁忌 是尚恩对丽拉未曾有过情爱之想 虽然他们后来发生了肉体关系 但那显然是以丽拉大胆 而主动的挑逗为诱因 那件事到底是什么 用她后来的话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当丽拉后来没去做她的模特 她请了另一位胖女孩去做她的模特 无意中被丽拉撞见 她很受伤的哭着跑掉了 尚恩在后面追赶她 她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情绪与哭泣 尚恩的惊人之处在于身为贱民 她拥有不可思议的艺术品位与天赋 而面对丽拉这样的女神 她从未爱上过她 更从未想过拥有她 她根本没有世俗之念 甚至到最后 当她知晓丽拉即将嫁给地主时 留了出由衷的高兴 认为丽拉很幸运 她说地主是个好人 没有邪念 没有嫉妒 没有占有欲 从这个意义上讲 尚恩比天神大黑天更超凡脱俗 她像是她自己的艺术之神 有一颗纯净的未被污染的无我之心 再说尚恩和卡里德 地主是一个沉默寡言 而福德深厚的人 影片对地主这个角色的处理非常精巧 以至于看到最后 我怀疑也许她才是真正的男一号 尚恩只是表面的男一号 年轻的地主身材肥胖 养尊处优 整天无所事事 不是看书 就是摆弄望远镜 还经常被她的老母亲催心 逼迫相信 影片中 关于她的台词 寥寥无几 使她显得乏善可陈 所以观众很容易把她设想成为 顽固子弟或地主家的傻少爷之类的 但她不是第一次 地主老太太逼她出来相亲 相亲的对象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地主勉强出来 两边的家长一边寒暄 一边展现自家孩子的优点 得准女孩在读大学 地主老太太说 我家的儿子也爱看书 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显然在印度社会 精通英文是身份的标志 地主没说一句话 突然抓起盘中的食物 直接往嘴里放 还故意发出声响 女孩面露鄙夷的神色 当面玩手机 发短信来表示无感 这场相信没戏了 她甚至都不用说一个字 戏剧性的是 彼时尚恩为了摘睡帘 丽拉让她送她一朵睡帘 才肯答应做她的模特 偷偷潜入圣湖 贱民是不可以进入圣湖的 被人发现 报告村长 作为没人的村长 气急败坏 离开地主还没结束的相亲现场 只为把尚恩严惩痛打一顿 正打着 胖胖的地主带着祭司来了 特止村长 并让祭司重新念经 净化圣湖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 她是个沉默寡言的 解决问题的高手 另一次 村长 村长苏巴陪地主在树林散步 正巧遇见丽拉在神像前跳舞 苏巴怂恿地主走近些 地主认为这非常无理 走开了 苏巴羡慕地说 如果你喜欢她 只要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我会把她带到你的面前 地主有点惊讶 没想到苏巴会这样说 更令她想不到的是 苏巴竟然说神 影片瓦剌起伏 通过这些角色的故事 探讨了印度社会的种性制度 女性地位 信仰的力量 以及人性复杂性 她有一种淡淡的叙述方式 没有过多的评判 而是启发观众去思考和感受 影片中的每个角色 无论是主要人物 还是微臣般的小角色 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尊严 他们的故事 共同构成了一个 关于慈悲 平等和智慧的深刻叙事 在影片的结尾 莉拉坐在花角中 瞥见了蓝皮肤的天神 以童子形象出现 这一刻 她 这一刻 她是否瞥见了真实 这个问题留给观众思考 瓦拉起伏 是一部充满艺术性和深度的电影 它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印度社会的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 人性 信仰和爱的普遍的故事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